小姐 心情好 给点吧 这么多人我一眼就找到你了 在这里购物啊 一定是舍得花钱的人 你懂得蛮多嘛 做乞丐也得有科学的方法 什么科学的方法 你看看我和其他乞丐有什么不一样 人们对乞丐都很反感 但我相信一定没有反感我 我懂的是BOT的分析 优势 劣势 机会和威胁 对于我的竞争对手 我的优势就是我并不一定能反感 这里每天人流量上万 穷人多 有钱人更多 理论上讲 我若是每天找一个人要一块钱 那么我一个月就能成30万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给我钱 而且每天也逃不了这么多人 所以我得分析 哪些是我的目标客户 哪些是我的潜在客户 在这一代 我的目标客户是总人数的三成 成功率是70% 潜在客户占两成 成功率是50% 剩下五成 我显得放弃 因为我没有足够的时间 在他们身上不运行 那你是怎样定义你的客户呢 首先目标客户 就像你这样漂亮的小姐 有经济基础 出手大方 还有那些未成年的小女孩 我要好好聊挖植 小朋友 行行好 叔叔 你要钱吗 是啊 好吧 够了吗 再来一点 谢谢啊 这两位人 年龄都控制在15到50岁之间 年龄太大的 可能已经结婚 财政大全掌握在老婆手里 这一类人根本没气 先生 给点 根本你怎么拉我钱了 老婆家家管理姐 没钱抽烟的 哪里抽烟钱 有时候他还找你要钱 那你每天能讨多少钱 周一到周五 生意差点 两百块左右吧 周六就是每天能讨到五六百 这么多 我给你送一笔账 我和你们一样 也是每天工作八个小时 上午十一点到晚上七点 周末正常上班 我每乞讨一次的时间 大概为五秒钟 扣除来回走动 和搜索目标的时间 大概一分钟 乞讨一次得一块钱 八个小时 就是480块钱 再乘以成功率 70%加上50% 乘以60% 再除以二 那就将近300块钱 千万不能黏着客户满街跑 先生 给点钱吧 少给我点 你少给点吧 给点吧 这样乞讨不成 还有什么奇怪的尊严 因为他要是给你 他早给了 你就算你舔着脸去纠缠 成功率也是很小 我们不能将有限的时间 往那客户身上 不如去寻找下一个目标 这个乞丐听上去 真的可梦想 倒像是一位 资深的市场营销总监 你接着说 有人说 做乞丐是靠运气吃饭 我不以为然 在那个商场门口 一个帅气的男生 和一个漂亮的女生 流行在哪里起的 不知道 应该去男的那边吧 先生 给点 他身边有美女 不好意思不给 你要是去你的那边 小姐 给点 小姐 小姐 他可以假装很害怕 然后躲你远远的 别给那么多 行了 一般都比较大方 但是女的 相当时候会比较小 还有一些情侣 那就更过分了 给什么给 走 不过有时候运气好 可以碰到一些 非常欣赏我的非主流 先生 你谁挺好 大哥 我一看你都特别亲切 有道理 我越听越有意思 所以我说 知识决定一切 我听十几个总裁 讲过这句话 第一次听乞丐也这么说 要用科学的方法来乞讨 天天躺在大路边 怎么能讨到情呢 谁没事整天在路上走 那都无聊 要用知识武装自己 学习就是可以把一个人 变得很聪明 有一次一个人给我五十块钱 诶 这五十万元给你 啊 这么大方 你不过对着这楼顶上 喊安红五万你 喊一百遍 这五十万元就你的 我合起来想 喊医生得花五秒钟 跟我乞讨的时间是一样的 但是我乞讨的收益比他更高 你自己喊吧 在这里 一般一个乞丐 每月能讨到千二八百 这个城市有十万个乞丐 只有十个乞丐 每月能讨到一万以上 我就是这万里挑一中的一个 二十一世纪 最需要的是什么 人才 你想要得到更多的祈祷知识 微信添加收索正名 关注正名工作室公众号 会得到很多说话 我常常说我是个快乐的乞丐 其他的乞丐 就是因为我讨的钱多 所以快乐 错 我是因为有快乐 所以讨的钱才多 嗯 说得多好啊 要懂得体会工作在哪里的乐趣 没事的时候 我也带到老婆孩子逛街 削皮 一家三口 其乐融融 有时候碰到同行 好 你扔几个硬币 先生 给他钱多 谢谢谢谢 他那么高兴道谢 那这是人生一大乐趣啊 你还有老婆孩子 我老婆在家做全职太太 老婆上学友迟到了 快点快点 快点 爸爸 我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 像你这样成功的提伴 那就好好读书啊 嗯 我在那边 安借了一套房 十年分期 已经还了六年了 我要努力挣钱 供了儿子读大学 演市场营销专业 五年前 我在微影大中华区做市场策划 两年后生为营销经理 月薪五千 买一台电脑 还被按揭 每个月还款两千 要死要活的 后来我想 这样永远出不了头 就干脆辞职不干的 下海做期待 我愿意做个高数字的期待 有没有兴趣收我做徒弟啊 那是潜规则 啊 我几个也有潜规则 人才不一定是待在办公室 或人才市场 不管身处什么环境 什么岗位 能通过自身努力 成为专家的人 那就是人才 所以兄弟姐妹们 从现在开始 我们别再抱怨环境不好 岗位太差 收入太低 调整自己 你也是个人才 我上班起来 我觉得你也是个人变得 你也有潜规则 耶